嗨 大家好 我是难言 来看华为最新折叠屏旗舰Mate XS2 上一条为你开箱了华为折叠屏旗舰本条 来看它的五大卖点 第一条折叠屏它十分的轻薄 没错 它只有250多克 是目前大屏折叠屏当中最轻的了 这么说你可能没什么感觉 对比目前最主流的直屏手机iPhone 13 Pro Max 我们带上保护壳贴上贴膜之后 甚至可以达到270克 我第一次觉得折叠屏的手机250多克 原来是很轻的 第二条 普通屏幕和大屏幕之间可以无缝的连接 目前多数折叠屏都是外屏和内屏 分开两块屏幕 而华为这一款平常可以用外屏 而展开之后就自然放大 中间没有断点 整个过程是非常自然的 第三条 业界首创的外折双胶链 简单的说就是外折屏 使得屏幕的折叠的时候尽量减少了折痕 我们通过反复弯折的时候 你仍旧很难看到上面有折痕 这个折痕控制的真的是非常好了 第四条 非常低的反射屏幕贴膜 我们日常啊 凭借不同的手机 你可以看到灯光直射的情况下 多数手机反光是比较严重的 而这一台折叠屏手机的贴膜 它的反光率很低 所以我们看到它和普通的手机是有很大差别的 第五条展开之后 整个手机的面积很大 但又很薄 最薄的地方只有5.55毫米 甚至比大多数的平板电脑还要更薄 手握起突出的部分 好像握着一本书籍的位置 不论是看视频还是看文字 都是赏心悦目的 无大卖点 你觉得这款华为折叠屏手机怎么样呢 满分十分来打一个分数吧 下一条为你介绍这款特殊的华为折叠屏保护壳 下个视频再见